大家上午好 中午好 下午好 晚上好 我是你的小美娅 你肯定要问今天的开场白为啥这么反套路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反套路的新翻 转身成为了只有姨女游戏破灭flag的邪恶大小姐 没错 就是这个一个名字能顶我标题长的翻译句 点开之前我没想到的是她的内容更顶 某天公主卡塔利娜克拉艾斯摔了一脚 然后她死了 故事结束 不是哦 她想起了前世的记忆 然后她发现 原来她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女高中生 直到有一天 她穿越进了自己玩的姨女游戏里 成了反派大小姐 就当是一场梦醒了很久 还是很感动 当她醒过来时 她的额头上多了一个X的伤疤 而且性情大变 从傲慢骄动的公主变成了猴王 为啥叫猴王 我们之后揭晓啊 猴王左思就想 在这个游戏中 女主是个拥有光之魔力的平民少女 玛丽亚 她攻略的男主有四个 表面温柔十字浮黑的三王子 三王子的双胞胎兄弟 反派大小姐的干弟弟 宰相的儿子 我们以后就统称为小三 小四弟弟和小五 而她就是小三的未婚妻邪恶的反派大小姐 进入魔法学院之后 她触触于女主作对 最后在诸作《攻略线路》的结局中 她不是被流放 就是被杀死 总之呢 就是一个字 破灭 为了改变这个结局 猴王无情地进行了各种脑内风暴 怎么样才能保证自己活下去呢 不嫁给小三或者不进入魔法学院 但是事实证明都不行 毕竟她是五岁时就发动了土质魔力的女人 就这 最后她决定一定要好好练剑 学习魔法 这样其实被流放 也不担心找不到工作 从这天开始 大家发现大小姐变了呀 她开始种田了 听说是我的学习土质魔法 在与土地进行深入交流 蛤 有趣的女人 小三来看望她时 听说了这件事 土和材材 核造成了 可恶 她竟然能憋住不孝 猴王成功地引起了小三的注意 两人正式立下了婚约 到了晚上 猴王正在检讨自己 原本的剧情是 她用额头的伤疤强迫小三娶了自己 现在虽然不是强迫 但是伤疤和婚约都对上了 岂不是完蛋 刚撕几次 另一个破灭flag就出现了 来了来了 他来了 传说中的干弟弟 元气雄争 这个弟弟也是个小可怜 是被家里欺负 到了这里被大小姐欺负 后来因为长期缺爱 长大后变成了一个花花公子 直到遇到女主 他得到治愈 坠入了爱河 大小姐想要阻止他们 结局就是被楼房 或者嗝屁 怎么能够逃脱命运的摆布 猴王进行了头脑残酷的风暴 最后决定 只要不让弟弟孤单 他就不会被女主治愈 两日子不会坠入爱河 他也就不用死了 不愧是你 逻辑鬼才哦 第二天 猴王开始疯狂对弟弟好 甚至传授他自己的独门绝技 爬树 这大概就是他叫猴王的原因吧 在爱的魔力之下 弟弟不再是小可怜虫 而是变成了一个解控 猜到了猜到了 从那以后 猴王和弟弟加小三 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种田生活 后面起火了 猴王还觉得这俩人关系挺好 预读理解满分人才 在这之后 猴王还顺耐 猴王还靠着种田技能攻略了佩娟妹妹 梅丽 男女通师 这是我没想到的 直到他猛然发现 梅丽的未婚夫 就是小三双胞胎弟弟小四 他对小三抱着自卑和斗争心 所以兄弟两人的关系并不好 后来女主的出现治愈了他 也谎和了兄弟两人的关系 严格来说 这条游戏线里没有大小姐 梅丽是反派 但是他的决局是要么退出 要么跟小四在一起 同样是反派 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官方吐槽最为致命 猴王发现自己无意之中 已经说出了小四夸赞梅丽的台词 决定将错就错 让梅丽爱上自己 决定走男主的路 让男主无路可走 奥利贵 隔天 奥酒的小四就找上门了 小伙子 你一定是戴着橘色眼镜 不然怎么会知道局势严重 本来小四是来宣战的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女人 不是 这个猴王竟然无数次 用爬树赢过了他 甚至还安慰他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 和不擅长的事情 他不比哥哥差 然后小四也被猴王供略了 我觉得看到这里 大家心里应该 也因为有些猜测了 你们猜的没错 猴王就这样 为了成功避免破灭flag 而供略一个个 本来属于女主的后宫 甚至连女配都没放过 其中还包括冷酷的小五 和小五的妹妹小白 他甚至怀疑弟弟是不是爱上了小五 你一定是戴了紫色眼镜 不然怎么看什么都激情漫漫 然而 弟弟心里想的是 这位小老弟 你很懂呀 几年之后 猴王十五岁了 终于要去魔法学院了 这几年 他已经用爱与正义 攻略了所有原本属于女主的后宫 加上女配妹子 但是并没有察觉出 所有人都喜欢他 他的阅读理解 一直可以的 猴王跟小三说 如果他遇到合适的人 自己就会退出 成全两人 等一下 这破路也要开车 你俩不才十五岁吗 除了小三 弟弟 小四 小五 美丽和小白 统统都被猴王收服了 但是他心里一点避数都没有 很快就到了 进入魔法学院的时间 也就是 他步入破灭的开端 目前来说 一切发展良好 他想跟小三解除婚约 小三没婚意 弟弟长成了一个五好青年 不是花花公子 小四不再自卑 跟小三的关系良好 而且也没有被婚红妻 美丽吸引 因为美丽明显 被猴王攻略了 小五依然冷酷无情 但是其实对猴王 放心了安徐 他妹妹小白 更是沉迷猴王 无法自拔 别问了 问就是全员被攻略 猴王松了一口气 这下总算安全了吧 结果上学没两天 游戏的剧情就开始了 我们的女主 玛丽亚 也终于登场了 先是小三 偶遇了玛丽亚 这让猴王很心慌 讲道理 在这之后 小三应该就暗上了玛丽亚 然后嫌弃她了 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自动跳过了剧情 其实小三根本没有被玛丽亚吸 然后是弟弟 捡到了玛丽亚的手卷 女主又断言 弟弟已经暗上了玛丽亚 还表示 绝对不会阻止两人 所以目前在猴王眼中 小三和弟弟 已经都被玛丽亚攻略了 他又多理解 一直可以的 那接下来 该怎么成功避免破灭Fly 他进行了激烈的脑内风暴之后 决定在小院里种田 这样即使被流放 以后也不至于被饿死 喵喵喵 我竟然觉得有点道理 大家来找他的时候 看见的就是熟悉的猴王种田 不愧是你 你们一定想不到的是 猴王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渐渐被玛丽亚圈否了 而且他顺手攻略了玛丽亚 毕竟是他玩过的女人 呸 是他玩过的游戏角色 他先是在玛丽亚被欺负的时候 英勇的挺身而出 然后诚心的夸赞 他做的点心好吃 玛丽亚鼓疯 小三看见了这局里局气的一幕 隐隐感觉头上冒着绿光 实现过后 猴王忽然反应过来 正确的游戏剧情应该是 他带人来欺负玛丽亚 然后小三来救人 什么叫走男主的路 让男主头顶变绿 小三终究是变成了局外人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猴王竟然还用小土包 救下了玛丽亚 不是 练了十年了 还是小土包 这就有点过分了吧 他夸赞玛丽亚努力上剑 让玛丽亚十分感动 直接就把好感都刷码 事后他反应过来 游戏剧情本来应该是 他欺负玛丽亚 然后弟弟救人 他又抢了弟弟的剧本 走男主的路 攻略男主的女主 说实话 看着不翻之前除了名字长 我没想到有这么香 但是看完之后 这次喵的也太有趣了吧 简直就是反套了典范 后王真的是好善良 好杀雕一女的呀 大家快来买定离手 我是倾家荡产 雅仲田 男女主都是次咬的 猴王和仲田爷 锁啦 而且玛丽亚这条线 我真的是好爱 在所有游戏线里 都是玛丽亚治愈其他男主 只有这个剧情里 玛丽亚真正被治愈了 太甜了 最惨的莫过于小三了 解析三王子的先路历程 什么 我未婚期的弟弟是我的情敌 什么 我弟弟也是我的情敌 什么 我弟妹也是我的情敌 什么 我朋友 还是我的情敌 什么 我朋友 他妹妹同样是我的情敌 什么 就连我另外一个世界线的老婆 都是我的情敌 那么 今天的故事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我这期带给你们作品的 记得点击关注订阅 还有就是点点上面的小铃铛 第一时间过去我的最新消息 最最重要的就是 现在是疫情期间 请大家一定要戴好口罩 勤洗手 勤通风 没什么事的话 请大家一定不要乱出门 做好防护 保护好我们自己 不要让我担心你们哦 爱你们哦 拜拜